据英国媒体报道 澳大利亚地质学家1911年在南极偶然发现了雪瀑布 这条宛如鲜血般红色的瀑布经泰勒冰川流入麦克莫多干河谷 当时地质学家提出理论认为雪液只是被红枣染红 而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 雪瀑布的源头是形成于100万年前 如今被掩藏在冰川下的大湖 研究人员发现尽管被埋藏在冰川下万年之久 但湖水并没有冻结 研究结果使大家确认冰川有其独特的水循环系统 水在冻结时会释放热量 热量导致冰块融化 这意味着会有源源不断的水流 导致雪瀑布不会枯竭 由于这帮形成于数百万年前的湖水 可确保未来几年会有更多的雪液流过冰川